好上节课咱们讲的是图片合成是吧 把人合到背景啊加翅膀啊做怪兽啊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呢实际上不要被咱们上次的一些例子所限制住你的头脑 你怎么办呢 放开你的思维 让你的思维的翅膀充分的伸展开 你想象中的是客观存在的一些东西 你把它做出来 那么这次讲什么呢 讲描边 什么叫描边 什么叫前充 咱们看一下 首先先说一描边 什么叫描边呢 比如说我在这做一巨型选框 非常简单对吧 怎么怎么叫描边呢 哎 编辑菜单里面有这么一项叫做什么呀 叫做描边 描边呢 你可以描什么 描一个白边对吧 描一个白边 嗯 描一个白边 好 确定 多少个像素呢 比如说是十个像素吧 他有三种位置 比如说内部居中居外 那么咱们用什么呀 先用一内部试试 好 确定 哎 这样的 他是什么 是不是就描了一个白边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而且是在内部的 那么我能不能在外部描啊 那么可以啊 试试吧 边际描边 描什么边 描一个红边啊 描一个多少呢 描一个十像素啊 在外边的居外 你看居外 好 你看这这是不是就描红边了 描白边描红边居内居外居中 这没什么问题吧 哎 那么 那么这个过程中 咱们可以看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历史记录条板 历史记录条板 那么这个历史记录条板啊 里面记录着你所有的这个做的过程中的历史记录 比如说什么呢 第一步啊 这就是最原始的状态 在最原始状态之后 做了些什么呢 哎 做了一步打开 对吧 打开 打开之后做什么 做了一步举用选框 你看点到他举用选框已经出来了 然后什么 描了一层边 对吧 又描了一层边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什么 做成一个快照啊 快照 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通过快照 哎 切换到到你要的位置啊 比如说我我我我在这又又做了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在这怎么样呢 Ctrl C Ctrl V 啊 我把它这样移出来了一点 然后呢 这是不是又可以做一个新快照啊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现在有几个快照 第一个叫什么快照啊 第一个叫这个原始快照 你可以命名他对吧 原始快照 那么第二个叫什么快照 叫描了一层边对吧 描了一层边啊 描了 描了 一层 边 第三块叫什么快照 复制之后吧 比如说 复制之后 那么以后以后 你你你你是不是就可以随便的自行切换了 比如说你切到这个 就是原始吗 切到这个就是什么 就描了一层边 这是什么 复制之后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是什么 从当前状态可以重新创建一个文档 这就是一个一个复制之后的一个新的文档了 这个文档就不是刚才这个文档了 哎 这就是一些历史记录 但是呢 比如说你这个文件 你给它另存为一下 另存储为一下 存储成什么呢 存储成这个 比如说你放到桌面上 叫1.PSD 1.PSD 保存了 保存了之后呢 哎不不是 是这个是吧 把这个这个这个是复制之后的 你把这个文件另存为一下 存成叫桌面上的1.PSD 1.PSD 那么你把它保存了 保存了之后呢 你把它关闭 关闭之后呢 你再到桌面去打开它 哎 你会发现它还有 还有没有这个快照啊 是没有快照 这个快照只存在于什么时候 只存在你这个编辑过程中啊 只存在你编辑过程中 好 那么咱们再回到这个这个 这个照片本身啊 那么我要给它描边的话 就是给它做成一寸照片 应该怎么做的 原来是什么方法 图像画布大小 对吧 那现在有什么方法 编辑描边对吧 编辑描边 那么这个时候描多大啊 描啊 白边 十个像 十个像素 哎 怎么一描出来呢 哎 编辑 描边 十个像素 好 确定 哎 怎么又没描出来呢 这是为什么呀 哎 局外了 对吧 内部啊 好 这回有了吧 这回有了 好 那么这回有了呢 这这这这就出来 那么咱们思索一下 他和这个画布大小有什么区别 比如说这块我再来画布大小吧 画布大小加上这个0.1英寸 这是0.1英寸 什么颜色呢 加一个这个灰色的边 哎 你可以看到这个变化吧 刚才那个是怎么样 画布大小是往外加 而描边呢 是往里描 对不对 这有点不同 那么有了描边呢 就可以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了 比如这个东西 这这块 有一个人 他长翅膀 能不能给他脑袋上做一个光环啊 哎 扛住 按住out键 缩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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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时候 能不能在他脑袋上 这做一个光环啊 首先光环是圆的 对吧 哎 好 圆的 然后怎么办 是不是描边啊 右键的这儿 在这儿也可以 在边境菜单里 是不是也可以啊 都可以 右键描边 好 描边 描都是像素 十个像素 哎 你看 这这是不是就出了一光环了 这光环有点假吧 不太好看 那怎么办呢 怎么出了这光环 模模糊糊 朦朦朦朦的效果呀 是不是应该语化他一下 哎 发现右键能够描边的时候 只有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选区工具的 举行过去 椭圆的选区的 如果模糊糊 上不上 模糊糊 他是不是就只有语化 他没有描边啊 对不对 哎 只有这 这个选区 好 右键 描边 哎 不对 不对 还没语化呢 是吧 先语化他一下 语化都是像素呢 语化他60像素 哎 他说 这个还有印象吗 任何像素都不大于50%选择 为什么在这儿 因为最里边的像素都把它 不够50%选择了 这语化过程 太大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语化多少呢 语化 30吧 哎呀 30也大 那语化多少 语化20吧 这回不大了吧 好 再稳办 右键 啊 描过边吧 白颜色 描多少像素啊 描五个六个像素吧 哎 他是不是就出现这么这么一个一个一个圆圆的这么一个光圈啊 圆的光圈 那么你说这个光圈他这个太散了 他不像这个他里面有一个他他这个是不是语化程度太大了 那就把它语化程度降低一点呗 做了之后语化他十个像素 十个像素 然后再怎么样 再描一个六个像素的边 好 这回他中间这个是不是就实心一点了 哎 可以做这个描边效果 对吧 好 继续看啊 继续看 那么 继续看怎么制作这光运效果 咱们咱看这这么两个例子啊 首先看这个发 这个拉弓的这个啊 咱们把它放到PS里面 好 放到PS里面 咱们可以看到他怎么样 哎 这是一个塔 一会做 先做这个发弓的 如果这个人手里拿了一个刀 拿了一个枪 拿了一个锤啊 你甚至拿一个包 是不是都可以让他发光啊 哎 发出神圣的光辉 这怎么做呀 首先是不是把选区选好啊 选区选好 然后怎么办呢 把这个 哎 这个选区没了 对吧 那么按照Shift 选区相加的方法 把这个选区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呢 要把它添加一个什么呀 添加一个选区 添加一个图层 对吧 新图层 做 怎么怎么怎么做呢 哎 编辑 填充啊 描边这回也就就不做描边了 做一个填充 怎么填充 好 填充点填充 填充什么颜色呢 填充 比如说是一个黄颜色 好吧 黄颜色 好 确定 它是什么效果啊 像不像这个弓箭啊 哎 那不对对吧 不对咱们怎么办呢 Ctrl Z 撤销一步 你说Ctrl Z 撤销一步 撤销多步怎么办 看编辑猜达里面 哎 你看这块有什么呀 后退一步 重新 这个 这块 这块有重 这个Ctrl Z Ctrl Z是什么呀 就撤销一步 Ctrl Shift加Z呢 就前进一步 Ctrl Out 加Z呢 哎 就是Ctrl 加Z 就是什么 是这个 撤销多步 比如说我 我再撤销 再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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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就是不是撤销没了 回 回忆一下 咱们刚才讲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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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板 什么 调板 来着 是历史 记录 调板 对吧 哎 在这儿的时候 你可以看他怎么样 Ctrl Out 加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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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是不是就回到最开始的打开这一步了 对吧 好 那么咱们再重新做选区吗 哎 那么那么那么咱们可以从历史记录里调出来这个选区 对吧 好 那么恢复 恢复了这个这个这个选区之后呢 那么这个时候又见他语化一下吧 语化都是像素 十个像素 好 然后怎么办呢 哎 编辑填充 对吧 填充 这不是有一个快捷键 比如说Out加Delete就可以啊 确定 哎 你看现在的是不是这个弓箭上就发出这个黄色的这种光芒啊 哎 你说中间这块的给他抠出去就有点怎么办 哎 那么你你把这选区语化一下就像云中抠极的似的 对不对 右键语化他这个六个像素吧 六个像素再一点点把这手是不是就给抠出来 然后让这手手前面啊 断几次Delete 让这手前面就有就有这种光辉的感觉 对不对 是不是 发光的感觉 像嗜血一样 那么再看这个塔啊 这个塔 这个塔怎么发光呢 这个塔呀 塔发光 那么咱们先把这个涂层啊 给他 抠出来 首先涂层呢 只有一个背景层 对吧 背景层呢 咱们先把它抠出来 首先这个要抠什么呢 要抠这个塔尖 塔尖 有那么句话吗 画山难画山高 是吧 画树难画树梢 抠塔 难抠什么呀 难抠塔尖 哎 卡尖 抠出来 抠出来之后呢 你就Ctrl-Ctrl-Ctrl-C 缩小显示比例 这种底下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是变化不那么大呀 对不对 相对来说 对吧 好 塔出来 大塔啊 大塔 好 塔出来之后 哎 Ctrl-C Ctrl-V 这时候看涂层状态 涂层状态要怎么样 多出一个涂层来 对不对 多出一个涂层来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你注意啊 我如果在这个状态下按住把它移动成浮动条板 稍微加一点 按住Ctrl-键点击它一下 什么效果 我在Ctrl-D取消选区啊 我按住Ctrl-键点击一下涂层一 什么被选中了 涂层一里面的内容被选中了 对不对 选中了之后 然后再新建一个涂层 新建一个涂层怎么样呢 就要对它进行描边了 怎么描边呢 是描边是填充啊 让它发光的话 应该填充吧 右键 羽化它一下 羽化都是个像素呢 羽化30个像素 好 确定 确定之后 这就有这么一个状态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编辑 填充 对吧 填充什么颜色呢 让它发白光吧 比如说 好 你看它发了白光了 对吧 发了白光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这个塔 它被挡住了 对不对 它被挡住了 怎么办 塔被挡住了 怎么办 你把这个层 咱们把图层弄明白 这个层 这个层是背景层 对吧 写好了 这个层叫什么塔层 塔层吧 塔层 好 塔层 这个层叫什么层 这个层叫光层 对不对 光层 那么现在是光盖塔 还是塔盖光啊 是光盖塔 对不对 那么怎么办 把塔往上顶一层 它是不是就出来了 这样是不是出来了 那么你觉得这光太小了 说这个塔应该发更大的光辉 那怎么办 再新建一个层层吧 再新建一个层层怎么办呢 还是按住Ctrl键 把这个选区加载出来 加载之后来之后 选择菜单里有这么一项 叫做什么呀 修改 扩展 你注意啊 现在选区是这个状态的 扩展 比如说扩展 二十个像素 再看选区状态 选区怎么样了 选区怎么样了 是不是从这儿到这儿 它有二十个像素被扩出来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再怎么样 我现在直接填充成吗 直接编辑填充成吗 试试吧 怎么样 不好吧 是不是还需要怎么样 语化呀 语化它多少个像素 六十个像素吧 实际也有两个事情啊 一个是这个选区的扩展 一个是选区的语化 选区的语化是指着什么呢 咱们先咱们先这个这个 把它填充出来再说啊 白色 再把它挪到塔底下 你看怎么样了 这个是二号光 这个是一号光 一号光 二号光 那么这个到底什么是扩展呀 扩展是说什么 从这儿到这儿 把选区变大一些 让发的光更强了 发大光 发强光啊 发这个范围更大一些 而语化是什么呀 语化是从实到虚 有多少过渡啊 过渡是远是近 这是语化 语化跟选区的 选择在哪里的啊 有一个选区的状态下 之后选择怎么样 修改 修改 然后扩展 扩展20个降速 你看是不是就这个效果呀 好 这是决定这个光的大小 光的 好 咱们再看这么一个 这个投影的效果 怎么做 说这块有一个手机 手机怎么才能投出影来呢 什么叫投影啊 就是投出一个影子 你看这是模糊 有这么一个影子 对吧 但这个影子不明显 让它这个影子更大一些 怎么办呢 首先先把这个手机的选区 先选出来 对吧 那么这个抠塔呀 就是复制粘贴塔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就是复制粘贴手机 对不对 那么把手机先放到上面来 当然你也可以用一阶 其他方法 但是复制粘贴 这个多层啊 这个层数 你看图层比较多的时候 它是比较容易乱 但是呢 它不容易破坏降速 对不对 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呢 把在这个背景图层上 Ctrl C 然后Ctrl V 这就出来图层2 这个叫前景手机吧 比如说这叫手机 手机 这个层是什么呢 这个层应该是投影层 对吧 投影 投影怎么做呢 在这个选 途中选择这个投影层啊 按住Ctrl键 点一下手机图层 这个手机选区是不是出来了 手机选区出来 知道怎么怎么投啊 那么比如说放到这个位置吧 是不是这个 就把这个位置投啊 然后呢 编辑填充成不成 现在填充肯定是 实的 怎么让它虚点 让它语化一下 对吧 语化多少呢 30个像素 语化之后 再填充啊 把这个设置成黑色的 然后编辑填充 啊 填充成黑色 好 确定 哎 这是不是就出来投影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是不是放放过来就出现所谓的投影了 Ctrl D 取消选区用移动工具 用移动工具 哎 切换切换 切换到移动工具 怎么样 你是不是可以控制这个投影啊 对不对 你说投影大点怎么办 是不是扩展呀 哎 这可以控制 这是不是也有投影了 任何东西你在地上 是不是也有投影啊 都可以 这可以让你把图做的怎么样 更好